接下来这个演员 之前的状态有点小起伏 但是你们在场的观众还没有看 上一场这位朋友的状态已经完全回来 还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他依然是今年夺冠的热门 让我们欢迎 呼喊 回来了 你今年的目标是 夺冠 夺冠这个事比到现在 没有那么信誓旦旦了吧 但我觉得经历的这个过程 好像还是挺难忘的 磕磕绊绊 然后没有状态再找回一些状态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比一帆风转来得更加珍贵 那头第一名的是 呼篮 我一直觉得就是呼篮在那次复活赛之后 他的战斗力以及他的那种 稳定性就全回来了 不是 师傅 姑娘也给你交顶格 祝我俩说鞠躬精髓死而后已 我觉得呼篮会成为第三季 投赛大会的冠军 他应该会带着这个状态一直往下走 晋级到统对赛应该没什么问题 呼篮太牛了 呼篮就是一个被投赛大会而生的演员 他就是咱们节目的样本 如果说你要来这个节目 呼篮就是你要学习的一切 那我只能谢谢大家的 压力还是挺大的 还是我自己对自己的压力比较大一些 我之前本来觉得能继半个赛就挺好 有任务达成 但是这次还是觉得想结果的 就觉得进决赛了任务才算达成 加油吧 呼篮 战胜自己 大家好 我是呼篮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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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到这个时候我们还剩十个人 我有点不想比了 是因为根据我之前看过那些综艺啊 十个人是可以成团了 成团都好 而且你看以我们这些人的长相 对吧 这个姿色 建国啊 我啊 那个团名我都想好了 我们就叫美团 后来他跟我说建国和你 那能叫美团吗 那得叫饿了吗 我们说题目 我们这期题目叫 请别遗憾离场 真的 我还一开始问导演组 我说这是张不洋给我们出的题目吗 真的 这个题目挺残忍的 而且 我经常会嘛 我一个老演员出来 现在动不动就说 你作为一个老演员怎么怎么样子 你们可能想象到嘛 我是一个从开始到现在才说了三年的脱口秀演员 现在赢给我扣成了OG的帽子 你们见过一个三岁多的小OG吗 然后遗憾 我真的觉得遗憾挺好的 就相比你啥都留不下来 你至少还留下了遗憾嘛 我之前在美国读书 一次考试 其中考试 满分一百分 我考了五分 我不是不遗憾 是我看着我那个卷子 我不知道从哪开始遗憾 我办第一 91分 就它比我遗憾多了 它看那个卷子 它又觉得说 哎呀 这一道题 我要做对了 我就满分了 我就看着我那个卷子 觉得哎呀 好险啊 我这道题做错了 我就零分了 而且他考的 人家考91分 都觉得自己不够努力 我考了五分 我觉得自己有点过于努力了 你们能理解吗 就是达了两个多小时 最后得了五分 教授说交卷的时候 我还在那写呢 后来同学们嘲讽我 说我是用尽了权力 才让考出的成绩 显得毫不费力 年轻人的遗憾 其实大部分就两个嘛 一个是感情 另外一个就是高考 而且高考跟感情 其实很相似 都是一开始信誓旦旦 到后面就只能 服从调剂了 而且感情 张安玲说 对 感情遗憾在所难免 每个人心中 有一个朱砂志 有一个白月光 和朱砂志在一起 心里就想着那个白月光 但有的人不只想着白月光 还想着什么 蓝宝石 黑松鹿 红土江 绿巨 真的除了感情 另外一个遗憾 就是高考 其实高考的 考不好 其实难过就两个月 因为很快就发现 咱哪玩不是玩的 大学分 九八五二一一 那绑八是连锁的呀 只是你会在人生当中 接下来会说一些 没出息的话 什么 哎呀 要是我当初什么 要是我当初好好学英语 要是你当初好好学英语 你就知道这句话 在英语里面叫做 虚拟语气 外国人听不懂真假 还用过去识 表示虚拟语气 不像我们中国人 只要你听到什么 我不是跟你吹 你就知道后面 全是虚拟语气 这些是很顶的 你一定好奇 怎么就从遗憾 聊到老外 聊到虚拟语气 不是我跟你吹 想学英语 从小就得上五一talk 五一talk 在线清潮而英语 有真人外国老师 一追一脚海 现在下载五一talk app 还免费时停 我当年高考也是失败的 现在我不遗憾 但我是失败的 我失败到什么程度 就是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我跟我妈在登黄山 我妈非要提前问那个成绩 我说你别问 她非要问 问完之后 我说我妈考怎么样 她说你把那个栏杆扶扶好 我说妈你还怕我跳下去吗 她说怕忍不住把你推下去 后来我妈说 假期多读点书 送了一本余华的活着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们 反正我现在还在做这种 做梦又去参加高考 这种噩梦 我现在大概以每个月一次频率 还在做这种梦 我快成月考了 现在就做这种梦 去了之后摩擦力摩擦力 不会 股吃死股吃死不会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害怕 跟我爸说 爸昨晚做梦去参加高考 那股吃这么写啥也不会 爸说你都还算好的了 前两天我做梦 做文都没写 他高考毕业都四十多年了 后来我跟我爸说 爸 这高考真的是咱们能梦鬼啊 他说那天梦演 但实话实说 就我能这样说出遗憾还挺好的 你看马云就已经不能像我这样的说 后悔自己高考没考好 因为你听着不像遗憾 像在炫耀 而且他成功之后越来越难有遗憾 难有快乐 你看我们努力工作赚钱 买一个随心飞 开开心心 对于马云看来 有什么飞机不随心吗 真的 我觉得他深夜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 哎呀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体会不到遗憾和快乐呢 然后慢慢想明白 最后说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 就是创立了阿里巴巴 最后我就想说 遗憾没啥 要是人生真的没有什么遗憾 那才是真的遗憾 对吧 谢谢大家 我是霍兰 灯萨拿到 灯萨这里了 谢谢胡康 投票通报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哎 只有郑少老师没有拍到 那就是我先问问你 而且郑少老师 一出来一出来 您是站起来就迎接了 对 我就坐累了 我说你这么激动 也没有拍 就是考虑那个位置就没有几个了吗 我想说得谨慎点 也有大局官 大局官来了 大局官来了 大局官已经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 对 毕竟是舅舅舅在这儿了 这个舅舅是怎么想的 舅舅 我就不跟你们说了 我跟忽兰说 太好了 忽兰听舅舅一句话 娘亲舅大 后边就剩决赛了 一定不要掉链子 好 是吧 娘家人都是挺你的 谢谢舅舅 不然是 大家都是上一个赛段 大家都觉得你状态回来了 又回来了 是 很好 你自己感觉自己有状态起伏 有起伏 一开始还是挺 罗老师看了几期 其实是挺 我一直都没有拍灯 对 就这第一次拍 但今天真的非常好 下回也特别棒 对 回来了 对 他就是回来了 今天还是有点紧 其实上次会更好 就是很后悔 没有让旧看到这个 没错 我会看回放 就是忽兰上一场表演 就是烧金足球 你们看过吧 就觉得回来了 大师兄回来了 就是那种感觉 很开心 这场也延续了这个状态 所以这个位置 这个顺位也是你自己选的 对 也是自己选的 我其实本来是想 因为我觉得上一场状态挺好的 我就想放在 比如说再后一段的位置 就是在下一个演员的后面 下一个演员是何广志 就是我想本来放在他后面 就是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对年轻演员 要稍微好一点 这个不谦虚的这么说 但是我之前有一次 是没接住何广志的 我就觉得 算了 有点不敢了 对 有点后怕了 对 这个罗老师不在 你把罗老师发声了什么 跟你就就说说 就是我们一对一 一为一PK 然后我 您喜欢的周老板 还有何广志在PK 然后赛前一直问我和周期末 谁是会晋级 谁会带定 但最后是何广志晋级了 我带定了 周期末淘汰了 就是从那一刻 我就觉得 忽然就开始回来了 他觉得 怎么回事 被激了一下 被激回来了 怎么我不发力 真的打我们呢 你们 有那种劲 就是特别好 就跟上场感觉差不多 上场特别炸 今天也是特别放松 犯本式的所有秀 对 特别好 布兰其实有很多文化 准备非常高的段吧 就是那种 因为我听不懂 所以我觉得好像 您就别谦虚了 我真听不懂 我真听不懂 你是六大智慧少年 我是指挥六大少年 然后那个 不是一事 然后所以说 我觉得这一次 每一次看 看他就是感觉是一种 领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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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的 又到了要晋级的时候 我们按照怪力 先来看一下 目前这几位 最高票数是多少 三点 很高 那回来了 那就是老教 不用那就是 他电视老教 我就最不喜欢 你这个姊妹给 就是 你出来 他 就是 谢谢大家 不是 我是学书学的 这忽然 特别好 不要谦虚 就要这么骄傲 万一不是呢 对不对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最高票数的人 是谁 恭喜忽然进入 积极区 有差 还行吧 我还是一样 我一看四盏灯 还行 我心里就注定了一些 其实就这样 忽然回来了 没有人可以在轻视他了 他在关键的时候 有了起色 而且是越来越旺 很多人已经 尽显疲态的时候 他仿佛刚刚开始去战斗 他是 后上进 厉害 他开始 投机场 真的不太好 以至于 我有一些失望 我不愿意伤害感情 没有说 但是 我不在那机场 他们说他特别好 然后今天晚上也是特别好 所以我的感觉是 对 后边决赛还是值得期待 对 特别好 我特喜欢忽然 就是那个 特别自信的那个劲儿 就他就知道他是他 然后就 是因为刚才上一轮 最高是151 这轮是167 所以必然是他 一定要算一下 但我不知道别的 我觉得李战心里头 对忽然的那个 那个期望特别特别高 是 因为每次别人特别厉害 他都什么啊 然后忽然一一弄好 他感觉马上就要穿起来 哈哈哈 这真 莫非是他才是真的舅舅 哈哈哈哈 很奇怪 我也发现这个了 很奇怪 对不对 他真的是爱他 哇 真的是啊 好